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2022年7月3日 彭美拉斯火并巴拉纳体育会 周日早上,巴甲将上演数场较量 其中一场焦点大战为巴拉纳体育会做客挑战联赛领投扬彭美拉斯 彭美拉斯上仗止住颓势,加上网季战具优势 即使此番面对强势来袭的巴拉纳体育会 彭美拉斯依然有望饱和争胜 另外,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彭美拉斯经济巴甲表现让球迷喜出望外 前14轮联赛战霸 球队好起8胜5合一副的佳季 暂时以3分优势高居积分榜首位 出色的攻防演出是彭美拉斯成功的关键所在 目前他们的军场入球数高达1.93个 是巴甲攻击力最强的球队 与此同时,军场仅是0.71球 与哥连泰斯并列成为防守最好的队伍 用攻强守稳来形容彭美拉斯一点也不畏过 不过彭美拉斯近期赛成密集 球队要在巴甲、巴西杯和南美自由杯三线作战 球员经历疲惫在所难免 故此球队此前状态出现下滑也是在所难免 好在上仗南美自由杯16强首回合 彭美拉斯凭借前锋二八宝杀的梅开二度和后卫梅里路斯基拉的锦上添花 最终做客3比0大胜波坦奴 球队已经一只脚踏入半准决赛 这场关键比赛的胜利无疑让球队上下士气大震 相信此番在拥有主场之力的情况下 彭美拉斯丝毫不惧来势汹汹的巴拉纳体育会 阵容方面后卫亨利山度是因伤缺阵 巴拉纳体育会经济表现同样极为出色 虽然他们祭出开局阶段发挥失常 但是自从5月下旬开始 球队就以一波巴伦联赛不败的表现展示出强势复苏的气势 现今巴拉纳体育会更是将排名攀升至积分榜第三位 更值得称赞的是 近期巴拉纳体育会也是在巴甲 巴西杯和南美自由杯三线出击 但是他们却连战连胜 高歌猛进 如今已是取得各项赛事四连胜的佳绩 球队 最近状态实在是火热 但巴拉纳体育会经账也并非没有隐患 一来球队的整体做客表现一般 前七轮联赛做客的战绩 仅为三胜一合三负 二来过往他们面对彭美拉斯时处于全面下风 在双方过去十次各项赛事交手中指路得三合七负 其中近三次做客时更是全部落败 而且得失球比锦为一比七 是一挥军上仗取得一场大胜的彭美拉斯 相信巴拉纳体育会如能力保全身而退 已经心满意足 阵容方面 前锋阿简努比奥有伤在身不能随对出征 感谢你的收听与支持 不要忘记在我们的短片和关注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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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